字幕提供 安安 歡迎大家回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我們現在要來玩神域招 歡迎來抽這隻角色啦 這隻新的角色是KOF的冰女 然後呢 這次居然沒有保底 所以我現在很無眼 我這個非洲賬號通常都要抽保底才會有東西的 他沒有保底我要怎麼辦 可是這隻冰女真的很強 在日文版網站他是評價為S級角色 就是最強的那幾隻其中一隻 而且一抽中就是五星 所以我很想抽 我現在打算是花個三萬鑽石去抽他吧 就是十連抽 我們群組中有很多很多的人用十連抽 結果沒有抽到 就是總共抽十次嘛 十乘十 總共是一百抽 沒有抽到 但是我的那個朋友Deezy 神韻 每次他都是人生勝利組 我們公會中的Deezy啊 他五次就抽到了 然後之前怎麼 初音女武神我抽了三十六次有沒有 三十六次十連抽 他抽了八次還九次就抽到 他真的是運氣很好 所以我們也來抽吧 這次我一定要冷靜一點 不要把耳機摔爆 上次太激動 結果把耳機弄壞 OK 第一次 有羽毛 是個好兆頭吧 一抽入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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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有這個戒指還不錯啦 戒指也是好東西 那不是 唉 果然運氣沒這麼好 都充分的東西 結果那個戒指還可以啦 三千轉換一個戒指 惡心痛 再來 沒有羽毛耶 看下羽毛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不太確定 有時候有羽毛有時候沒羽毛 不強不強 這也還好 兵女 兵女 NO 為什麼我都沒有這種運氣 真是非洲帳號 第三次 第三次拜託 common 就是你的兵女 你要出現了對不對 又沒有羽毛 四個彩球 第一個彩球已經不是了 第二個彩球也不是了 第三個又不是 第三個又不是 兵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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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you 哈哈哈哈 唉呦 來再來 第四次 這個遊戲真的是抽角色花鑽石花超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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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 第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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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現了 出現了 出現了 有羽毛 好兆頭嗎 兩個彩球而已喔 其實我真的不覺得 他羽毛出現有什麼特別的 除非這次讓我出到兵女 兵女 唉呦 一直重複角 幹嘛啦 我的帳號總是要花比別人多 先下跪好了 第五次 下跪抽角色 來吧 馬里馬里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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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come on 又有羽毛 真的不知道羽毛到底什麼意思 有時候又有時候都沒有 欸五個彩球喔 有希望 其中一個一定就是兵女了對不對 不要已經兩個共孤了 三個共孤了 NO 為什麼 這四個共孤啦 五次了 沒有 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我是不是應該休息一下 五次了欸 沒有 出到八神也好啊 至少沒有八神 但是兵女當然是最好啦 第六次了 第六次 沒有羽毛 四顆彩球 COME ON 這是誰啊 嚇死我 這麼大隻 影子好大喔 我還以為是怎麼槍角 NO NO 你還給我兩隻這個 你有事嗎 有事嗎 這遊戲 太過分了 我好想哭 唉 我的帳號果然就是 非洲帳號 主要是他還沒有保底 只有一顆彩球欸 只有一顆彩球 我有這麼衰嗎 非洲帳號 來給我一次歐洲吧 Fuck you 不要嗆 我要兵女 讓我帳號變歐洲 變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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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帳號變歐洲 COME ON 來吧 歐洲帳號出現 五個彩球 第一個共孤 這個也有了 不要給我裝備 兵女 欸 很過分喔 這隻爛角色 一直出聲 OH SHIT 最後還直接給我亮相 最後一隻超兆 唉 命運女神 長得好像蠻厲害的 可是他很爛 Oh come on Come on 我面壁思過好不好 面壁思過了 命壁思過 我們來撞牆五分鐘 我們來撞牆五分鐘 我沒有看到幾顆彩球 阿姿也有了 這角色我都有了 就現在就是沒有八神跟那個兵女 不要給我重複角啦 阿呦 最後給我一把劍 什麼鳥 阿最後一抽了耶 看來我又跟兵女無緣 我玩遊戲每次都這樣 總是要花比別人多的資源 去抽角色 最後一次沒有羽毛 我已經心灰一人了 整個心都涼了 我肯定不對他抱任何期望了 你看吧 果然沒有 果然沒有 唉 巴朗的死命 是空經過無人 好吧 今天的視頻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各位的收看 阿不對啦 還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講 在 召喚裡面呢 現在還有 KOF裝備2 我覺得KOF裝備2的這個 可以抽抽看啦 因為現在在商店裡面有 這個 警示跟棒棒糖都可以抽得到 可以買得到不是抽到 用1000KOF宣章去買他 那這個棒棒糖我覺得還不錯啦 那如果你抽到衣服的話呢 你必須要再抽第二件 因為商店沒有賣 所以要抽第二件 才能把他升到五星 所以呢 要不要抽呢 我覺得是可以抽 你有可能抽到棒棒糖或者是衣服 那衣服最好是抽到兩件 所以就要花比較多的資源 那棒棒糖呢 棒棒糖他技能也不錯 我覺得如果你抽到棒棒糖 可以再去商店再買一個 就比較好收集啦 比較好弄到五星 所以這個可以抽 之前第一個合作裝備的東西 我覺得沒有第二次裝備的好 所以大家要抽的話就抽第二次 還有什麼要跟大家說 喔對了那個 第二季跟第三季的阿 第二季現在已經過了 但是第三季的前兩百名排名也有 也是可以拿到不知火火的實裝喔 所以如果要拿不知火火的實裝 可以去抽那個排名 可是呢 像之前第二季一樣 大家在最後兩天會狂刷 狂刷排名積分 所以通常都要到四十多萬五十萬左右 你才有機會拿到 像我上次好像抽到四十 四十八萬多分吧 然後才有拿到這個衣服 所以至少要抽四十萬以上 就看你要不要衝 你要花很多很多的體力 四十萬積分 我是沒有算阿 不過大約需要 可能要兩萬體吧 所以這個排名看你要不要衝阿 你覺得值不值得 我是覺得還蠻值得 因為不知火火的實裝 真的蠻強的 那我現在第二季已經 拿到這個實裝 所以第三季我可能就不去 我一直用花束點 點不到東西 所以第三季我可能不去搶前兩百名了 我看一下排名三百名之前獎勵是什麼 三百名跟兩百名的獎勵差很多耶 難道我要去拼嗎 他故意的劍 三百名跟兩百名獎勵差很多 因為那個KOF之陣也可以換到好東西 所以 我可能還是會衝 可以有跟大家拼一次嗎 大家都衝超兇的 我最後一天真的在床上 用平板刷了一陣點 超累 所以 到半夜三點才結算 我就刷很久 好啦 果然我運氣沒那麼好 還是沒抽到冰女 謝謝各位的收看啦 今天影片在這邊告一段落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一個讚啦 或者是可憐我的話 也幫我按一個讚 或者是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 我請問大家 多多多多點 我會看你 有一點點 你會看你